販毒集團化身行動小蜜蜂 只要有人叫貨就外送到府 高雄警方跟肩調裝成買家 還故意選在狹窄的巷弄內來交易 直接圍捕抓人 而另外在三明區 則是有一名強盜毒品通緝犯 看到巡邏遠景心虛落跑 還一路狂奔了百米 甚至躲進民宅的貨物隊當中 但最後還是被揪了出來 大家…快 嫌犯開著白車來交易 但還沒來的幾下車 就遭遠景圍捕 拔槍 鶴令 下車就打 1 2 兩名嫌犯被拉出車外 還想抗拒 3 2 警方展開優勢警力 將人上銬 嫌犯不情願也得配合 實在錯愕 約好買家面膠 近遭遠景突襲 不拋在地上 收出的毒品就是鐵證 警方掌握著集團 利用通訊軟體販毒 還化身外送小蜜蜂 送貨到府 於是喬裝買家引對方上鉤 可以選在狹向交易 用車輛擋住去路 就是不給嫌犯有逃跑機會 查扣 KTA蜜 毒品咖啡包 及現金贓款的證物 而另外的三名區 則是有警匪追逐站 當街上演 你有看到他嗎 嫌犯一見圓警 就往箱弄內跑 狂奔白米 還串進民宅 躲在貨物堆後面 以為圓警看不見我 殊不知找被掌握 出來了 原來46歲男子是搶到毒品通氣犯 因為車子大燈壞掉 遭圓警上前攔查 怕被抓 騎車逃逸 但還是逃不過圓警隱眼 記著頭 模樣狼狽 逃得了一時 逃不過一世 現在嫌犯都得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代價 夜晚家鄧銘 高雄採訪報導